沟通是心与心之间的交流 很多时候同一计划对不同的人产生的效果却不仅相同 语言和心理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语言又是怎样影响交流对象的心理 让我们在这一节上一起来看看究竟 沟通蕴含了心理学 在沟通中运用心理学 巧妙运用沟通技巧往往会事半功倍 下面我将给大家带来五点运用心理学的沟通小技巧 1.标签效应 商品贴标签是为了明码标价 罐子贴标签是为了分门别类 而人作为感情并且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生活 就像不要让标签来告诉我们是谁中所说 人类不应该像超市里的货物一样被贴标签 DNA不能被食药局管控 我们应该要自由 只有把标签全部撕下来 摒弃掉渺小的生活和想法之后 我们才能够看清楚自己和别人真正的样子 还有人说不要轻易给别人贴标签是你最大的善行 当然上面所说的都是贴消极的标签 对于贴标签这种行为 著名心理学家Emily Lobby认为 人们之所以会这么做 主要是因为儿童时期习惯性分类造成的 因为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辨别别人和事物的方式 并且贴标签这种行为会给人带来控制的快感 所谓两眼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越是亲近的人越容易被这种支言片语刺伤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面前的这段关系可以容纳一些过分的言辞时 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比如你有抑郁症吗 这句话对于别人心理健康是一种评价 本来对方是来寻求帮助 企图化解心理矛盾 但是当听到这句话之后 他会认为自己被抛弃 被忽视 被不理解 于是他开始否定自己 这就陷入了所谓的自我实现预言 一个人选择性的听取信息 认为事实即是如此 然后无意识地按照外界的评价 去塑造自己的行为 如果听者不够自信 更容易触发内心的阴暗面 甚至走向极端 标签效应认为 个体倾向于使自己的行为 与所贴标签的内容相一致 给个人贴标签的结果 往往会使其向标签所指定的方向行动 也就是说 标签具有一定程度的导向作用 无论这个标签的好坏与否 他对于一个人 个性认知的自我认通 都会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有时候贴标签的行为 恰恰会说服信息接收者 不自觉地按照标签 所意识的特性发展 如果被贴上的是消息的标签 那么所产生的影响就是负面的 同样积极的标签产生的 则是正面的影响 大家还记得自己幼儿园 被老师贴上 你真棒 我为你骄傲的标签时 那发亮的眼神和 惆怅满志的模样吗 再想想看 一个人当被上市认可 准备让他负责一个项目时 他是不是会将全部的精力 都用在负责工作的上面呢 在日常沟通中 要用标签效用 多肯定 少批评 让你说的话直达对方心灵 让对方感受到自身的价值所在 二 引起共鸣 心理学研究发现 人们对自己越熟悉的事情 越容易接受 因为在足够了解事情本质的时候 处理起来会游刃有余 同时也会享受操控事情走向的过程 比方说 在职场沟通中 同事们每天都要面对工作中的事情 如果你提到的问题 刚好可能是某个同事昨天遇到的问题 很容易使它们引起共鸣 从而达成有效沟通 黑天鹅一书中曾经提到过 一开始人们觉得天鹅是白色的 但只要有一只黑天鹅出现 就会颠覆这个观点 相反 有一部分人从小到大只见过黑天鹅 当你告诉他们 天鹅大多是白色的 他们会轻易相信吗 三 不要吝啬对别人的赞讯 美国心理学家James曾说过 人性最深刻的原则是渴望得到赏识 没有人是不希望得到表扬的 然而表扬也是有标准的 分场合的 有时候一味的认同赞美 不一定能达到理想的沟通效果 赞美是什么 是发自内心的对美的欣赏 下面我要给大家带来两点标准 第一点是赞美要具体 更要有真诚 小强是一个老好人 性格随和 平时里问他什么都好说 有次小花买了条裙子 他问大家 我的新裙子好看吗 小强答好看 而其他同事则一一给出了具体的回答 从布料到搭配都详细的给小花分析了一遍 最后小花也觉得这条新裙子不太适合自己 把他拿去退了 事后小花对同事说 小强好假 赠命大家都看出问题了 他还是一个叫做说好 这以后小花对小强心存芥蒂 小强并没有恶意 只是想让小花听了开心 然而弄巧存着 结果适得其反 通过小强的例子 我想大家都能够看出 赞美需要真诚具体 才能得到预想的效果 第二点是要公开表扬 事半功倍 在公开场合表扬他人 会给对方带来积极的反应 让他在大众面前受到肯定 感受到重视 李磊是公司总监 他很擅长在公司场合夸奖他人 不仅在工作上得心应手 而且总是能处理好各级同事之间的关系 即便是刚来的同事 李磊也能帮助到新人 更好地融入到集体 小米已经入职一个月 未能与同事熟悉起来 李磊看在眼里 于是找机会带小米和同事们一起吃饭 常在大家面前夸奖小米 小米是名牌毕业生 曾在有名的企业实习 还擅长化妆技术和服装搭配 女同胞们可以多多交流哦 后来小米很快地就与大家熟悉起来了 找到了最佳的工作状态 与同事们相处的也非常的融洽 卡内基曾说过 我们给孩子朋友和雇员的赞美 使生活中的成续将会永远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迪雷的公开夸奖 让小米从与同事生疏到相处融洽 也完美地验证了夸赞的力量 4.聚焦听者偏好 在沟通中常常有一种情况 就是朋友之间的闲聊 很多时候他们会问 你觉得这样子做可以吗 你觉得我该给同事帮助吗 等等 之前我会认真地给予分析 还不时地举例说明 嚼劲脑汁 费劲口舌地表达出 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会怎么样去处理 怎么样会有利于自己 后来我发现 他们只是想输出自己的想法 他们心里有披杠撑 是带着答案来找我闲聊而已 只是希望在我这里得到肯定 获得认同 使自己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 还有一种情况 是真的迷茫来寻求帮助的人 这个时候应付式的回答是行不通的 有效的回应应该是针对别人提出的问题 进行分析 给予适当的反馈 再提出问题深入的剖析 引起共鸣 司机进行引导 使他逐步自己找到答案 上面两种情况告诉我们 聚焦听者的偏好 选择不同的回应方式 才能真正达到沟通的目的 做到有效沟通 面对朋友间的闲聊时 不必纠结太多范式 能让彼此舒心就最好了 面对寻求帮助的对象时 一个好的反馈应该有三个标准 反馈意愿 乐于给予帮助 反馈认知 以客观的态度梳理事情之间的逻辑关系 积极回应 反馈情绪 表达出真情实感 在共情的基础上传递正面的情绪 五 表达感受 不妄加评判 当别人说了一件让你觉得不愉快的事情 我们第一反应往往会急于反驳 这也是本能反应 很多情况下 反驳的代价可能是不欢而散 但是下次不妨先不要急于评判 而是真切地表达出自己真诚的态度 情绪与感受 当同事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我会说 这样让我觉得很为难 这时候你只需要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感受 更容易激发起对方的同理心 从而让即将暴露出来的矛盾迎刃而解 婚作以前我会批判一番 你怎么这样不讲道理呢 你这样不是存心和我过不去吗 小帮回家后 父亲喜欢找我聊天 有时候我会回 你话太多了 他会随即关上话匣子 看得出来他很失落 而现在我会说 工作实在太忙了 让我没有心思专心的横拧聊天 等会休息一会再聊吧 父亲这会也会停下来 但不至于会受伤 评判会让本来轻松的聊天氛围变得紧张起来 甚至会让双方的关系变得僵硬 沟通自然也就变得低效无用 总之在沟通过程中 适当的运用心理学 不仅能减少因表达引起的误会 更能读懂对方的心理 有嘴及心的沟通 才能控制整个局面 做到真正的工心有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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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